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則 憋咬的故事 就是有位好老公 他陪著他老婆去生產 然後在旁邊就是要記錄 這個非常珍貴的時刻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幫忙 在旁邊就是很 叫什麼都做什麼這樣子 後來因為剛好醫生要就是 請他幫忙拿一個東西 就說那好... 你幫我拿一下 他一轉身把他的這個攝影機 先放下來的時候 就醫生就聽到 一聲 怎麼了 然後轉頭過去 就這位老公呢 已經瘫倒在地上 為何 醫生 我閃到了 我閃到油 就是整個 然後醫生就想說 可是我先生 再幫你老婆接產這樣 生產這樣 然後他就說 不行 他又要救他 他等於把現場弄得非常的慌亂 所以就是提油來救火啊 對啊 所以我們的醫師們 因為常常在拯救病人的時候 都在非常緊急的狀況 但是常常就會遇到一些 提油救火的豬隊友對不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田醫師遇到的狀況是 燙傷敷保養品 那田醫師呢 是力求表現小刀變大刀 還有麥弄知識下跑病人 尼巴敷傷口跟 吸壓患藥 聽起來 你想先聽誰的 聽起來都很可怕 我覺得那個燙傷 就是衝脫泡蓋送 有誰不知道啊 對啊 那還有人敷保養品 這應該就是 一定很有智慧對不對 有智慧的貴婦 那我們就從鼎醫師開始了 OK 好 就是一個 也真的是貴婦 真的是一個女生 然後貴婦 那她來呢 她就是 真的是被燙傷 所以她就是說 她一個小時多前燙傷 我想一個多小時 大部分的人 忘記沖頭泡蓋送 也會衝來急診 對啊 她拖了一個多小時 而且就算忘記 也要先冰敷 你知道有多痛嗎 全家超痛的 對 然後我就說 妳有沒有先衝啊 因為妳現在來急診 再衝也來不及了 對 對 因為就是當下 馬上衝 對 所以我就跟她說 她說沒有衝 但是我有這個 這個 對 她就是身上敷的那些東西 因為有的時候 有一些那個燙傷的藥膏 其實有很多家庭 都有一些神祕的藥膏 是非常有效的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看過的 除了神祕之外也很貴 因為她賣片 大概要好幾千塊錢 然後她就說 她說他們有去聽那個座談會 然後那個他們就講的就是說 這個來自歐洲的那個燙傷膚料 是 它可以處理 所有燙傷的過程 從一開始你就用它就對了 家裡面一定要放這個這樣子 那重點是這幾千塊 花得值得嗎 然後我就跟她說 燙傷了最重要的口訣是什麼 對 她有回答喔 她也會啊 對 妳也會 我說對 然後我說最重要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衝 對 這個衝妳有做好了 其他後面什麼托拔 應該說妳忘記了 細節妳都不用管 妳衝完之後妳再來急診 妳就可以了 那我就說 她說可是這個也可以 她包含了衝頭爆開的時候 所有 她們那時候是這樣講 那真的是神藥耶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嗎 如果你很奢侈的 拿水龍頭的水這樣子一直流 妳衝個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對 也不用一千塊 對 那妳這個 田醫師的意思是說 沖水的效果比任何神藥都好 沒錯 我就說我們 如果說它真的那麼好 我沒有要去打臉這個廠商或什麼 但是如果真的那麼好 醫院也會告訴你們啊 那就是這樣 妳用幾塊錢的水費 對 妳就可以做最好的處理了 它還是沒有辦法聽進去 那我們就只好幫它處理傷口 結果處理傷口非常難處理 因為那傷口很黏 很油 那個敷料包含什麼東西 對 所以我們還要把它弄掉 弄乾淨 然後再處理 那第一天呢 它是二度 但是是輕的二度 就是紅 紅腫 還沒有起泡 對 但第二天它回來的時候 它整個 然後她就說怎麼會這樣 一定是你們幫我換的藥 然後我就說不是 我說妳會不會煮水煮蛋 她說會 我說好 水滾了之後妳放兩顆蛋進去 對 然後滾個三分鐘 對 妳一個妳想要做溏心蛋 妳怎麼辦 冰鎮 或是沖冷水嘛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 如果妳不做溏心蛋 妳放在室溫 它會不會熟 裡面的蛋黃會不會熟 會啊 還是會熟 為什麼 持續加溫的概念 對 那個熱還是一直在進去 所以我們做的沖 脫泡蓋松的沖是什麼 就是要把那個熱帶走 然後可是冰塊 冰塊是可以冰敷可以止痛 但是冰的效果還是沒有沖 因為要流動的水 對 流動的冷水這樣 所以它今天之所以會變得 二度的變嚴重 其實是因為它前面沒有沖 補了神祕的保養品 然後錯過了我們的黃金時間 所以它沒有沖水 提議師 講到這裡 我想順便補問一題就是說 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被燙傷了 對 那我就趕快要去急診室 我到底要先沖水還是先去急 先沖水 了解 所以這樣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想說一定要沖水 對 所以像譬如說像那個 之前那個什麼高雄那個大氣爆 什麼的 然後那些 有那個生存者 然後他就說他就是剛好遇到 那個狀況 然後他整個人的皮就開始掉下來 但是他很聰明 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幫我找水龍頭 然後他就叫附近的人幫他找水龍頭 所以就可以讓他的 趕快降溫 對 就止在這裡 最嚴重的狀態就止在這裡 不要再惡化了 對 這很重要 燙傷 這一開始沒有處理好 後面其實滿多事情要收拾 很麻煩 沒錯 接下來看的就是詹醫師 小刀變大刀聽起來很可怕 對 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們在時期的時候 然後我們到了那個 剛到一個醫院 那我們通常 我們醫生大部分都是學長 學律師嘛 那所以就是學長會帶我們 那那個學長事實上是 已經是主治醫師了 那覺得說這學長好厲害喔 每次跟我們講那個學禮 就說這個事情的發生機轉 然後怎麼處理 都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就非常的敬佩這個學長說 這學長好棒喔 這樣子 可是就是突然發現一件事 怎麼每次開刀的時候都沒有他 因為他是一個外科醫師 那我們知道外科的話 除了說學禮以外 另外這個開刀的技術也很重要 就是說怎麼每次排刀都沒有他 所以這疑問 這位種子在你心中默默賣藏著 對 就後來有一天 我們同學值班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急診刀 是一個盲腸炎 那盲腸炎通常如果是 住院醫師的話 大概是第二年 應該都是可以主刀開了 那那一天我們同學就是 就是一直跟這個學長講說 學長 這個盲腸炎的刀 你可不可以帶我們開 然後那個學長就說 講了一下就說 好 沒問題 我帶你們開這樣子 就開完刀之後同學就知道 就說當時開刀事實上盲腸還有 旁邊很多血管要分 那我們在分血管 還有就是說綁盲腸的時候 這時候手都是要很細心 很小力的去綁 結果那個學長就跟他講說 這個就是一定要綁緊 就是要用力 用力 用力 線斷了 結果那個本來那個夾的 那個位置就是出血了 然後那一個刀斷了 田醫師嘴巴都張超大的 因為在開刀中 斷掉線的時候就會噴血了 對 那問題是也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般的血管 我們會把它夾住 然後綁 但是你讓它噴血的時候 它會往裡面縮 那那個盲腸的動力又很小 所以就變成說 找血管上學長說 這個沒關係 我們在就搞到 最後那個病人就是腹膜炎 加上住了加護病房 後來大家就知道說 為什麼他 他是一個不能夠開刀的醫生 後來大家就發現說 事實上他的 他就是真的很會唸書 也很會告訴就是教學 可是抄刀上就 抄刀的技術上面可能就是 那個也很需要經驗嘛 他是不是一看到刀 這樣的話下去血冒出來 他就開始神經驚崩 不知道 就是說聽說 那時候常常就是說 他自己在當渡院醫師的時候 那主治醫師說 請你減線 結果他就把那個血管也減掉了 我覺得他的病人有點倒楣 所以後來就 大家也不敢讓他去上刀 結果這個主任非常有智慧 因為發現他很會唸書 而且很會精算 就好像說今天看到這個指數 他就告訴你說 我說我告訴你哪一檔股票 可以買那種的營養 然後就是說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我們全驗的那個營養照顧 對 尤其是像那個外科 我們開玩到以後 有時候譬如說他接腸子 或者說他需要那種 所謂全靜脈營養 或者說這個計算 他的那個養分 養料 或者是說我們這個電解值 都要滿仔細的 他就很會精算這些東西 所以後來醫院就讓他是負責 全驗的這個營養照顧 那我不起來他做這件事情 就做得非常好 因為他很會帥 把他放在對的位置 做對的事 對 那不然的話那個病人 是因為說手術中間過程 病人是昏迷的 好可怕 不然病人自己不是都嚇死了 現在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最會讀書的 不一定是 最會開刀的 或是最會做那個他的臨床 不一定 對 真的 好 那所以這個周醫師 你的豬隊友是做了 你趴夫傷口 哪來的想法啊 對 剛才說過 會唸書的真的不一定是會 有正確的一個觀念 但豬隊友往往是自己 像我一個病人 他其實是別人介紹來 介紹來給我看 那他一來的時候 就是條件都還好 只是他有個特殊問題是 搞了八個月才好的一個嘴巴 他來找我們是 他嘴巴 我們說嘴巴 破了一個痛就很痛 吃麻辣鍋 吃臭豆腐 吃癢養很痛 對 他不是 他是整個上嘴唇 跟下嘴唇 後面料理他這樣子他的 他的身體有問題才會這樣吧 對 他是一個七十三歲 一個老先生 七十三歲也其實 我們就想 迷力不好 那一定獨居 沒錯 他獨居 可是不應該啊 他雖然說老婆已經過世了 小孩子跟女兒都不跟他住 可是他來的時候 真的不誇張 車子的司機是站在我們醫院門口 真的是打開門是手要這樣 放在那個車頂上 讓他進去的 而且家裡也有用人 就是有一些阿姨在幫他煮飯 雖然是獨居 可是營養沒有問題 我們叫做唇瘡 被照顧得很好 唇瘡都是營養不好的 獨居老人會 他不應該 可是我們就給他的藥 藥膏給他擦 那結果他給他藥膏擦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怎麼搞了 四個月都沒有好 前四個月就發現 每次來還是嘴巴四個月 擦了任何的口內膏 或是吸藥類骨唇 吸的口內膏 中藥都沒有好 那給他吃了中藥的一些 化瘀的除濕消毒單 也都沒有好 於是我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這樣 你每次都這樣 他就後來他被我們逼到 終於講出來說 每次只要是早上結痂 對 他就是要把他的結痂撕開來 然後沒撕開 再把藥塗進去 他才會覺得舒服 這樣子很痛 你知道他的背景是什麼嗎 他是台灣非常有名的 海洋生物學家 他還去澎湖 把那個大鯨 藍鯨或灰鯨 我不知道什麼鯨 比一個體育場 什麼鯨鯨鯨骨頭 可以骨頭把它弄下來 變成一個體育場 大的鯨鯨 把他運送為台灣的一個海洋生物教授 所以就是一個學者就對了 就是他卻忍不住 臭症 對 那我 所以一直要撥 沒有 他會不會再拿自己 再做實驗 你說臭症 他自己有什麼理論嗎 你說臭症是原諒他 他其實他講的話說 斯巴達的教育是說 我們人要承受疼痛 疼痛才承受最好 我說我是每天早上 聽到你的心靈雞湯是不是 他說對 他說有病痛才是人生 沒有病痛就是結束人生 我說那他就不要看病了 對啊 對 就在講這句話 同時間第二天 他就進了加護病房 為什麼 因為四個月這樣子 有一天終於 就是細菌感 發高燒 因為他一直傷口結痂 對 細菌一直進去 有一天去 然後去了以後被挖掉肉 縫了兩針 出來以後又來我們醫院調理 我說你這樣子 你有一個教訓你知道了吧 沒有辦法這樣好 這一次我們就給他 一些藥膏擦液 給他一些調理之後 第五個月還是沒有好 為什麼呢 他又在 因為醫生有時候跟病人是有距離 護士會跟他交談比較多 護士就跟我說 周醫師 周醫師你知道嗎 他從懷裡拿出一個 白草泥巴膏 我說什麼叫白草泥巴膏 從泥巴換成白草膏 白草霜是中醫非常好的 皮膚外用的 對 但是白草泥巴膏 是什麼我聽不懂 我就非常氣 衝到他的病床旁邊 因為他在針灸 我說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他說你不知道嗎 上古時代 古人也是用泥巴 為什麼呢 泥巴可以去抗拒 動物也要用泥巴去敷 身體會有傷口 美女要用泥巴去抗拒 我說泥巴在瑞士 是用在關節疼痛 請問你嘴巴破根 關節疼痛有關係嗎 所以我就發現 其實有一句話 就是大智慧 人家都說 怎麼會老人會變壞 不是 是壞人會變老 這就是用在他身上 這太好了 因為他是 你不要覺得老人很古板 理工直男到老 都會很古板 理工直男到老 都會古板 就是他們就聽不進去 別人的建議 是的 就所以我們就耳朵 很硬 完全就是古板型的 我覺得講半天聽不懂 我們就把他的那個 白草泥巴膏抓回來 不讓他擦 果真 第二天開始就開始結痂 就好了 所以其實有些病人 是要教育 而且他本身受高等的教育 還是沉浸在他自己的思維裡面 他真的是沉浸在 他的小世界裡面 因為他也不想想 上古時代的泥巴 跟我們現在這時代的泥巴 已經不一樣了 裡面的成分完全的不一樣 現在很多很污染 對 所以還好後來 周醫師給他把它弄好 所以他的豬都有就是他自己 對不對 對 那我只是很好奇 陳醫師這個 因為通常我們去看病的時候 我們都會希望醫生 跟我們多講一點知識 我們多補充一些醫學知識 聽一聽 然後我們就知道說 這樣是有道理的 你幫我做這樣的診治 怎麼會因為知識下跑病人 曾經遇過一個媽媽 她的兒子其實六七歲了 然後在家裡面癲癇發作 這孩子癲癇發作的時候 因為神志不清倒下來 有去撞到牆壁 不知道腦袋裡面會不會出血 是 那其實我另外擔心一件事情是 他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他癲癇發作 對 那剛好順便找一找你撞到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為了要讓媽媽安心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 那我幫你做一個那個 影像學檢查 像是電腦斷層之類的 那因為我想要看看 更清楚我要打一點顯影劑 那媽媽其實就有一點緊張 她覺得什麼影像學檢查 會不會有那個什麼 X光線的暴露 然後她也擔心什麼顯影劑 會有什麼副作用 其實我解釋了半天 我都告訴她說 副作用其實不大 對 然後我寧願承擔一點點 小小的可能不舒服 然後去檢查出最後的結果 好不容易說服了二三十分鐘 媽媽同意囉 好 然後呢 我就安排她去做 對 那媽媽去做的時候 我發現我剛剛講得太急了 那個安排檢查的那個同意書 忘記給她簽了 我又跟旁邊一個學弟說 學弟 來一下 來一下 媽媽剛剛看起來 有一點緊張 你再去說服媽媽一下 讓媽媽不要那麼緊張 好 OK 就去了 慘了 三十分鐘之後 因為我一直等在電腦前面 他們現在連線很快 就是那邊照完 我這邊就看得到結果了 對 三十分鐘之後 檢驗室打電話 跟我說 陳醫師 學弟做了什麼事 學弟怎麼了 我就想說發生什麼事情了 後來才知道 她去媽媽面前就拿給媽媽 那媽媽就一個一個看 就說這個顯影劑過敏的機率 可能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二 上面可能是這樣寫 對 然後學弟跟他說 媽媽 這個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你不要執著於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發生 你在身上就是百分之百 沒發生就是都沒有 今天就算他說 顯影劑死亡率百分之二十 也不見得是你啊 對 你看現在現場有五個人 在等著做檢查 那就可能就是他出問題啊 你不是你啊 結果連旁邊那一排 五個都不做了 都取消 對 所以變成說 所有人全部都要重新去解釋 對 然後搞到就是 我叫你去解釋我們自己的病人 其他人 例如說成人科的啦 或者說什麼科的 也搞到在旁邊聽到都很緊張 所以那個檢驗室打電話來 那個檢查室說 你以後不要叫你那個學弟 經過我們這個檢查室門口 然後我就只好重新去幫他解釋說 沒有 這個數字其實是大數據 對 有可能很多人做 就是真的是沒事情 那你不要擔心我們的經驗 而且他寫的是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十二是過敏 而且過敏大部分都是輕微的 所以我就跟學弟說 學弟 我們解釋的時候 雖然上面有寫的也要講 但是你不要把他嚇到人家 完全不敢做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的時候 腦袋裡面真的很認真讀書 但是在跟人家溝通部分 有一些小技巧 還是要學習這樣 所以學長好辛苦喔 學長還要教學弟怎麼講話 我覺得更好笑的是 他後來真的自己覺得 他不適合跟人家溝通 對 很好 他還有自覺有救 所以他就去走影像檢查科 所以他就去走影像檢查科 太好 所以他只要面對數字 然後跟打報告這樣就好了 對 那蕭醫師是 家屬同事施壓換藥 蕭醫師 你是讀書好 還是基礎 家屬跟徒好的 我 聰明 蕭醫師反應很快 別想辨我 不要挖坑給我跳 好 同事如果就是 是豬隊友麻煩 很可怕 對 這個同事也是家屬 因為剛好我遇到的這個病人 他是在急診 突然半夜送過來 是 肚子大痛 那這位阿姨他不知道他平常有什麼病痛 因為他覺得他很健康 也沒有什麼慢性疾病的部分 結果肚子大痛送進來 我們影像學一檢查發現 怎麼滿肚子的大便 不是素便 是滿肚子已經露出來的大便 就是他的腹腔裡面 在腸子外面有大便 所以表示腸有破嗎 對 表示腸子破掉 那我們第一個時間會想到的這種情況 大概都是有一個大腸癌 然後因為他擠壓得太嚴重 以及這個腸子他有塞住了 所以他前面的壓力太大 就這樣整個把他擠破了 裡面就是充滿了一些什麼 細菌 髒水 那一定會造成腹膜炎 這是緊急需要開刀的狀況 那我們也二話不說 跟家屬解釋完了 大家都很順利的進去開刀房 做處理 那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我們還是會用一個細菌培養 因為我們還是要知道說 它裡面有什麼細菌 以備不食之需 我們就是會做細菌培養 那因為它這個東西 炸腸癌破掉嘛 所以我們把它剪掉之後 把它的腸子接起來 也就是說修復好這一段腸子 但是因為裡面的環境 實在太髒亂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擱置著 然後就是修復好之後 我們在另外的皮膚的地方 在另外在這個病罩的地方前端 再拉一段腸子出來 做一個人工肛門 讓他說之後 如果腸子恢復乳動 可以先讓它吃東西 恢復營養補充 然後讓它的這個傷口 會比較容易好 所以這個人工肛門 是暫時性的 結果我們這個細菌培養的東西 一個禮拜出來了 然後它上面就有一些 很奇怪的細菌 因為畢竟我們大便裡面 都有很多各式各樣的細菌 真的 對 然後它就培養出一支細菌 然後是在第一名 也就是說它培養出來的 這個是最多的 對 然後它就看到說這個東西 然後發現我們用的藥物裡面 沒有針對這支細菌的特效藥 然後我們跟它說 其實媽媽的情況 它沒有特別的感染 那你也不需要特別去做 這樣子的處理 因為其實腸內本來就有很多細菌 至於它會不會引起 你的感染狀況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它自己本身在感染科工作 所以它不相信 所以它就去跑去 跟他們的感染科醫師 來給我們施壓 然後就大家就只好 再坐下來開個會 因為它是家屬嘛 所以我們還是就好吧 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用 不是 因為這個心情是這樣 如果是我自己有一點略懂 然後家裡的長輩或是親人生病 你就會覺得說 對啊 你好像這個細菌應該用這個藥 可是為什麼我的家人沒有用 他就會想幫忙 對 因為它也是求好心情 因為自己的媽媽啦 對 但是就是我們用了藥之後 沒想到媽媽的情況就 什麼叫我們也困好遇下 並不是說說它有一個 用了這個藥會有什麼副作用 而是說它用了這個藥 它是一個很強效的特效藥 那這個很強效的特效藥用下去 有時候我們腸內 它是各式各樣的千百種的細菌 那你用下去 它可能對所有的細菌都很有效 然後唯獨就是對於其中一種 可能對它沒有效 而這個細菌是壞菌 通常壞菌會比較不好殺掉 然後那好菌可以維持平衡的細菌 全部都被你殺光光了 唯獨這一支一支毒秀 那你一支毒秀它又是壞人 壞菌 那壞菌它就會造成說 有一些像我們叫做 它就會就是在腸子裡面 形成一個薄膜 或者是反正就是讓你一直拉肚子 然後甚至有一些拉血 黏膜 什麼東西出來 這種情況是 你再用任何抗生素去治療 是沒有效的 這種情況我們只能把 所有的藥物都停下來 對 支持性療法 看看它能不能撐過這一段 所以反而因為它施壓 媽媽變得很危險 對 所以其實媽媽的情況 反而是本來都要出家戶病房 很順利地要出家戶病房 結果這樣一弄 它媽媽就是在罩口的地方 一直拉肚子一直拉 一直拉 拉到因為我們常年疫 這樣子拉出來 它這個東西其實是腐蝕性的 這個東西是腐蝕性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消化液 造成說它周刀的這個皮膚 整個都爛掉了 結果這個牆子也脫垂出來 皮膚也爛掉的情況之下 這裡又不能用 我們又怕它下面的罩口接口 怕它下面的接口 可能動得太多 沒有辦法說好好的生長 只好再進去就是再把它清掉 因為這個地方一定要清 那清掉之後 我們只好再拉另外一段 所以媽媽原本右邊有一個罩口 結果這邊不能用 再拉一個左邊的罩口 然後這時候媽媽就說 醫生啊 我是怎麼樣 怎麼會把我用成這樣 然後說 沒有啦 就是你騎不肩 醫生敢講 醫生敢講 應該沒有人敢說這一段吧 那我只是想知道 他自己有覺得說 他好像做了一個 沒有很正確的決定 因為後來他就 變得很安靜 就沒有再說 你們應該要怎麼樣 對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經驗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做經驗的判斷也很重要 然後我也常聽做的講 就是說好像醫 就是醫生都有 有時候會有那個VIP症候群 什麼意思 就是你只要遇到 自己的親戚朋友 或自己的家人 來做 來看病 或是做任何的手術的時候 其實反而會想太多 所以會更緊張 有壓力 所以他就是在 告訴你說 如果你不舒服 你就看這裡 你是哪一顆 你挑了一個小孩 還是相信專業 對 那我不舒服 我就可以打給王醫師 所以剛剛那個是屬於這種 真的是比較假的對不對 對 提猶救火 再來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有時候是自顧不暇 惶神 恍惚 然後不專心 反而是因為這樣子 害這個病人的病情更嚴重 所以來看一下醫生 我們遇過這樣的情況呢 好 那我們先從 從貴的開始 對 福阿伯就要賠十六萬 好貴喔 十六萬還是一個 比較友情價 其實應該更高 才會友情價 友情價 為什麼 就是幾年前 那時候我還在醫院裡面 當行政副院長 那你知道什麼叫行政副院長 當個小醫生好好的 幹嘛行政副院長 它是一個很嘻嘩的名詞 其實是說抬頭 聽起來比較厲害的 對 比方說外面有個垃圾 會有人搗檳榔的垃圾渣 檳榔的 我要去撿 後面是有出什麼問題 這個是副院長撿的喔 就是你要去撿 那不就是管理員阿姨的意思嗎 類似這樣 對 那醫生有什麼抱怨 我們要去聽 其實錢沒有多 甚至根本好像沒有加任何心 還是我記得沒有什麼薪水的問題 真的 套事者 就是喜歡做這些事情的 好 這件事發生在 我當行政副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有一個病人 我們本來就知道這個病人 這個爸爸是一個叫裝病症候群 裝病症候群就叫做 孟喬森症候群 就是他沒有病 可是他很喜歡吸引人家注意 或是這邊 討拍 討拍 對 討拍 所以他每次來這邊都是 他很暈 立刻三個兒子要 三個兒子 真的喔 不必 你就是拒絕在病床上面 旁邊 然後我在那邊針救的時候 會有三個兒子眼睛看著我 醫生我被你針到屁股痛 好 三雙眼睛立刻看我 就有一天就發生在這裡 他居然找到一個我的學長 我們現在講到是天時地利人和 就是裝病症候群的一個 這個爸爸呢 那天還像頭暈過來 他當天狀況已經不是很好了 因為要我那個學長 我那個學長很特別 他是一個非常溫和有理 溫文儒雅的醫生 他就是會約著我去做那個 韓式半永久霧眉的一個男醫生 然後呢 他這樣會是非常 姐妹偷的感覺 對 非常斯文 可是他針灸起來就問你 有沒有感覺 真感 強不強 強不強 他一針灸起來 就變得非常另外一個人了 所以當天那一位爸爸 就露到那個學長的手裡 然後他就很暈 他說我今天醫生我已經很暈了 待會你下針小力一點 那個醫生就是學長 就針他合骨穴 合骨穴是一個比較容易暈針的 我們講暈針是 已經因為當下環境不對或空腹 緊張 或是你當天狀況不好 你就有點暈了 結果導致你還沒有針灸前 就暈倒過 針灸後產生一個眩暈的情況 那暈針就很特別 所以你就在床上放就好了 天天學長就是說 強不強 有沒有感覺 他已經夠裝病症後取得又更暈 就在拔針的時候呢 偏偏我們靈掌走進來 靈掌他那天是因為他骨折 骨折來針灸做復健 骨折好了之後他復健 他已經手已經用了一個 那個八字袋 還有這樣 對 三角袋 這樣撐著 他說沒有關係啦 阿伯 我來扶你起來 阿伯說不用不用 我今天算一個兒子來 我慢慢起來就好 我慢慢起來到車上就好 他說沒有關係 我拉你一下 結果一拉的時候 好巧不巧 那個骨折的靈掌 他已經用三角筋 他手剛好滑了一下 然後那個兒子 因為他在打電腦 每天都陪 每天都陪爸爸來 他有一些事情要做對不對 說如果家庭要在家裡做事 就在打電腦 來不及衝到爸爸的床邊 爸爸也剛好站起來 結果爸爸的臉就 上下門牙就整個脫落 而且血流滿面 加上他一被拉 爸爸因為有一些 重度的骨質疏鬆 他脫臼了 所以 就是整個花朵的地 好 這東西在約算是 那個靈掌啊 靈掌 靈掌只剩一隻手 好硬 他剩一隻手 他願意伸出援手耶 對 他多麼好心啊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冷靜 他不要伸出援手 比較好一點 人家本來說他慢慢躺一下就好了 慢慢做到 結果結果就變成說 其實這東西本來好像 不是應該是我們要出面 是因為剛好是病人之間的問題 那這樣怎麼辦 基於道義呢 我第二天就跟了那個學長 一起到他家去做一個探訪 和送兩盒人參 那時候那個人參不是一斤 一斤要二十萬 我送兩盒是大概是 幾兩幾兩大概是四萬五萬 結果那跟牙醫討論之後 四顆牙齒是十二萬 所以十二加四萬是十六萬 所以你們付掉了 我們約付了十六萬 而且這是一個他其實 這麼負責任的中醫師 可以嗎 可以 但是說避開靈掌來的那個時段 不 我們有時候就想說 靈掌什麼時候來啊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第二 第三天 那靈掌聽到了護膳櫃台說 那個昨天這件事情差不多 花了這十六萬 他慢慢地 可是這個病人到現在 還是我們病人 可是那個臨掌一定心裡很難過 就是他又沒辦法賠這個錢 但是他又害你們 就是多了這筆開銷 而且重點他自己收固執 還沒辦法繼續針灸 還要跑去很遠的另外一家 真的 還躲了一陣子 好累喔 但是我覺得陳醫師 這也滿誇張的 打錯劑量 打錯到上國際期刊 對 那一定是很離譜 我們當年在大醫院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輪調的一些工作 例如說這個月你要去 某間中小型醫院 然後這個月你要去哪一間醫院 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醫院 其實前面也有醫生來 在前面也有醫生來 學長姐也是會說 你如果值班的時候 其實有一位這個工作人員 他就是比較迷糊一點 神經比較大條一點 今天負責點那個急救車上面的 這些藥物 對啊 怎麼掃一根 用到哪裡去了 掃根筋 就是比較刷身一點 好 然後我有一個同事 他就真的明白說 有一天晚上臨時 有急事就是急救 衝到床邊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的心跳 二十三十 二十三十 就是心跳已經幾乎要沒有了 然後所以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 有人負責壓那個氧氣 然後有人負責急救 然後有人負責給藥 然後我那個同事 他就在急救的時候 就說有一個急救藥物 大家聽聽看能不能執行到這件事 某某急救藥物 零點一CC 稀釋成一CC 然後我們幫他打零點一CC 反正最後我有聽到 打零點一CC就對了 大家都很熟悉了 然後就是那位工作人員就操作了 操作完之後呢 我們那個同事就說 來 大家放手 為什麼 因為心跳本來二十嘛 對 好像回來了喔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可以囉 不用急救囉 應該可以囉 八十 九十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跑起來了嗎 對啊 心跳也太快了吧 那是怎麼了 同事就說現場的 每個人都嫩住了 因為你剛剛二十 三十 是隨時都會離開人間的 對 現在怎麼心跳從二十 三十 四十 以為不用壓了之後呢 開始跑滿 一百二 一百三了 跑到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往上跑喔 太緊張了 那這樣子心臟也會壞掉嗎 我那同事就轉頭問那位說 你剛剛打了多少 他說 一CC 一CC的什麼 一CC 然後我們問他說 你有稀釋嗎 沒有 一CC 純的一CC 所以他腦袋裡面 零點一CC 稀釋乘一CC 打零點一CC 他就只聽到 一CC 他就打了一CC 所以他就打了一CC 得強心針喔 那這樣不是就等於他多了一百倍 數學很好 對 0.1乘0.1 就真的是一百倍 好 然後我們就說 好 來大家不要救了 他萬一跳到兩百爆錶怎麼辦 不用多打一點水去身體裡面 稀釋一下 額外補充 這個其實你在急救的時候 本來就有點滴持續再給 然後等到他尿液下來 接下來兩天三天 包括他的肝功能 腎功能 包括他的一些指數 我們都要監控 好險他後來真的沒事 而且人也活過來了 然後我同事就用這個案例 寫了一個國際期刊 就是說某某藥物一百倍 超過劑量的使用 會影響到哪些肝功能 心跳什麼 他寫了投稿國際期刊 國際期刊有那個主編 我說你這篇文章是真的嗎 不可能有人打這麼高的劑量吧 然後我同事就說 事實上是真的有可能 因為當時現場的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真的打了一百倍的劑量 那重點是那個小孩最後 那是順利康復回家 那那小孩命大喔 真的沒事 他知道國際期刊有寫他的事嗎 長大就知道了 真的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們通常不是 教CPR的時候是要沒有心跳 沒有呼吸嘛 在大人 可是在小孩子 心跳如果六十以下 尤其是小小孩 我們就當他是沒有心跳了 真的啊 所以剛剛陳醫師才會說 我們就在壓 然後打強心針 因為像我們不是現在 都會戴監控手錶嗎 對 然後有時候看到自己心跳 如果六十 我老公還會說 我心臟很強喔 所以成年人是可以的 對 成年人事實上如果心跳 比較慢一點的那個他的 你要往上衝的時候 他的這個空間比較大 比較大 那你看那些慢跑選手 那個心配很好的 他心跳有的人都落在 五十幾到六十 所以這種的話 他反倒體能比較好 但是小朋友 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要一百二十下以上 如果低於一百二 我們就開始緊張了 不是到五六十 對 那出生以後的標準是一百 如果低於一百一下 我們也是會很緊張說 這小孩子可能有問題 就會馬上摳小兒科醫師來 那隨著我們這個長大的 這個年齡越來越大 那個心跳才會慢慢慢慢 慢慢穩下來 對 所以我們大家都有一個概念說 心跳大概是七十下 那個是要成年人 對 好厲害 我們今天是長知識了 真的 所以你看要怎麼樣急救 那很重要耶 怎麼會做壓胸要急救 然後會變成養水破 因為我這個是剛好 我那時候還是住院醫師 我需要留院值班 那那一天剛好 我另外一個同學也值班 他就身懷六甲 他也是不遑多讓 直接衝到那個病房去 就開始準備要急救 他還一馬當天就這樣 跳到那個病床上 然後開始這樣 開始壓 開始壓 然後 真的是 那個病人是昏倒的狀態 他不是昏倒 他已經沒有呼吸 沒有心跳了 就是整個已經 都沒意識了 沒意識了 還好他沒意識 不然他嚇死了一個孕婦 坐在上面 他急救他應該壓力很大吧 對 可是你知道他肚子好大 已經快臨盆了 然後就跳上去 然後壓壓壓壓不到兩分鐘 我另外一個同學 就是從另外一棟趕過來 然後結果他看到 就地上什麼一灘水 然後一不小心踩下去 就一個綜藝摔 就這樣下去了 然後他就扶著這個腰起來 他說怎麼會有一灘水 然後我們兩個就看到 這個病床上面 在壓胸的那位同學 他說你還好嗎 因為我們覺得 那一灘水的量有點大 他說你還好 他說 好像肚子有一點痛耶 他說你下來 你下來 然後他就是陽水破線 因為那時候情況很緊急 他很認真 他就是為了救病人 對 他很認真 現在救病人 我說你先下來 我們來處理就好 結果他一下來 肚子就開始大痛 然後我們想說這個不行 然後我跟我另外一位 滑倒的那位同學 因為他摔到了 他腰有點痛 然後沒有辦法跳上去 我就說我上去 你趕快請婦產科醫師過來 那我就趕快跳上去 我做我的急救 然後我同學趕快聯絡 另外一個婦產科趕快過來 然後婦產科醫師一聽就這樣 不對 然後所有的 給膝全部都帶著 然後就 再從那個婦產科那邊過來 然後我同學已經痛到 沒有辦法離開了 然後他就說 好痛 我好痛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 結果 撞病床上 我說 趕快啊 那個急救啊 超快 我這邊急救 然後這個快要塞在那個牆上 你趕快幫我打 一分鐘打一次啊 什麼什麼 然後一直在那邊用 然後婦產科醫師終於來 然後把那個小朋友的監測器 接上去 然後結果心跳好像已經 慢慢再從一百二 一百一 一百 這樣往下掉 危險了 然後婦產科醫師也沒有辦法 再把他推回他那個地方去 然後一看 小孩這頭已經看到 有一點頭毛了 用力 然後我就這邊 直接就在那裡生了 對 就現場 然後邊的蓮子一拉起來 我就聽到那邊 用力 媽媽你再用力一點 現場好混亂 我這邊是心電圖 急救的聲音 呼吸器 那個氧氣的聲音 然後還有外面家屬在那邊 戳氣的聲音 然後這邊是 好痛啊 然後用力快點 打開了 然後我就一個喉兩個大 還好最後 母子君 病人也就回來了 太好了 恭喜 對... 我那一天好累喔 但是那個夜晚真的是太忙碌了 有點精彩 真的很精彩 我以為是病人養水泡 還好 是另外一個同事養水泡 對 他本來是要去幫忙的 幫到自己養水泡 不過還好小孩沒事 真的... 但是詹醫師他是怎麼樣 太用力 太激動 事實上我也要講一個 就是說我們現在大部分的醫院 都比較人性 如果說真的懷孕到一定的週數 我們不會再讓他值班 因為如果說真的遇到這種緊急的 像這個是已經逐月要生 那你如果說是那種 早產 早產的話那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更危險 因為逐月好吧 那等一下去產房 就很順利的就 就叫家屬趕快辦住院 就可以了 對 所以事實上還是要考慮到 這個部分 那真的是 那也是說有時候 我們真的考慮到說 我們的這醫護人員 在救命的時候 連自己的命都沒在顧 真的 好偉大 像剛剛提到那個媽媽 因為可能因為用力到 是太專注在病人 所以她自己已經忽略 自己的情況 對 但是有些媽媽是因為 就是說她來做產檢 那她期待的就是說 因為她有些狀況 需要可以剖腹產 那這個時候接下來 我們就會開住院單 然後會跟她講說 住院有什麼要注意的事 對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告訴她說 你要在 結果那天因為我們一般 為了孕婦的安全 我們在剖腹產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都會半身麻醉 對 那半身麻醉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媽媽的血壓 因為那個周邊循環的關係 那個血壓都會下降 那下降的結果 有些媽媽就是因為血壓 突然一下下降以後 她會很想吐 所以為什麼要空腹 就是要讓那個胃是排空的 不會有東西這樣 沒錯 結果那天那個媽媽就是 我們一關一關問 都說沒有進食都OK 可是等到那個下降的時候 媽媽就說 好不舒服喔 我就說吐出來 結果那個吐出來 那味道就是很腥臭味 媽媽那時候 因為是半身麻醉 就問媽媽說 媽媽妳有沒有吃東西 她說沒有 我沒有吃東西 那 那吐出來 什麼 她說 我有喝雞湯 我說 我說不是叫妳不能吃東西 她說 可是婆婆跟我講說 妳等一下生完會沒力氣 而且要餓很久 喝雞湯不是吃東西 所以可以 神婆婆 這連水都不能喝吧 所以後來我們真的就是 因為這個經驗告訴我 那那個後來真的 因為她那個東西太多了 後來 她是喝多少碗 她喝雞湯應該有順便吃雞肉吧 不知道 因為婆婆說吃雞肉才有肌力 真的就肺炎 真的就變成說 那個吸入性的肺炎 就在醫院那住了快一個月 因為產後又比較虛弱 那搞那個肺炎又搞很久 那後來我們現在都真的會這樣講說 妳除了不可以吃東西 不可以喝水 還有不能喝雞湯喔 對啊 就是喝的吃的 通通都會不會問說 這個我都唸到台語了 不能吃東西 不能喝水都不夠 都不行 因為她說喝牛奶 那我都說 你看我這個原住民 你都可以練台語 就是因為大家都聽不懂耶 對啊 真的耶 因為麻醉真的吃東西 真的是超危險的 你很容易就有可能會嗆到 會致血啊 所以我剛剛講的 後來就是吸入性肺炎 對 家戶病房 就要給她租下去了 對 好可怕喔 所以媽媽跟婆婆的愛 有時候要撐住 撐住 對 忍一點點餓沒有關係 對 好 來 天醫師 那我要分享比較傷心的 一個族群啦 就是剛新手媽媽的這一段 因為這段真的是 非常非常辛苦 那這一段就會在急診 看到一些很多的意外 都是因為黃身 像有一天就是有一個 那是已經凌晨兩三點 凌晨兩三點才帶一個 八個月的小女孩 可是那小女孩活力都正常 對 然後那媽媽是整個 蓬頭過面 而且你會覺得 她的頭髮再油一點 都可以變成一束了那樣子 就是非常 感覺沒有在照顧自己 對 然後很累的感覺 她說她好像撞到頭了 怎麼會好像撞到頭 誰撞到頭 她說她抱著那個嬰兒 那我就摸摸那小嬰兒的頭 結果還真的摸到一塊 就是凹下去會軟軟 像水球那樣 那時候嬰兒多大 八個月而已 八個月 對 所以頭骨還沒有很硬 可是沒有 頭骨沒有很硬 只有這一塊 但是這個月 這一塊的八個月 也差不多快合好 合起來 所以基本上 妳是摸不到 我說的那軟 不應該摸到這種觸感 軟軟的 我們先照X光 就X光 居然小朋友可以骨折 你知道小嬰兒的骨頭 是非常軟嫩的 像綠色的樹枝 這樣做比喻 綠色樹枝 你怎麼去凹它 它都不會斷 對 對 所以它的骨頭 居然可以裂開來 對 那還是要撞多大力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就是第一個就是想法 而且其實看到小朋友骨折 不管是哪個地方 對 你第一個一定會想 家暴 對 一定要想家暴 如果你們有這個認知 是不是就要通報 對 可是這個媽媽 就是很恍神啊 後來我才走出病房的時候 我說那我要去幫你 做一些聯繫 然後處理 然後我們做電腦斷層 那我才走出去的時候 就發現她就講電話 結果這個凌晨兩三點 居然可以聯絡到她老公 而且感覺上她老公 跟他們沒有住在一起 然後她就說都是你 都是你我才會不小心 把她掉下來 所以到底是不小心掉下來 還是我生氣 然後 對 可是她已經不是 她的情緒上已經 看起來很不穩定 不是很穩定 那後來電腦斷層做出來 小妹妹是有一點點腦出血 希望是可以慢慢慢慢吸收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案件 是不希望她在社會 這樣常常發生 是 那還有另外一個狀況呢 也是恍神的媽媽 也是她這個嬰兒呢 是已經會站起來了 對 大概十一個月 十個月 十一個月 還不會走路 但會站起來 那也是這樣 這個媽媽是太累了 終於這個嬰兒睡著 睡在沙發上 她就去泡一碗麵 然後就把它放在沙發 旁邊的桌子上 然後她去做別的事情 等麵好 對 就是小孩去碰到了 對 就是碰到了 泡麵 可是你要想 大人泡麵 如果被泼的話 我們泼的面積才一小部分 但是如果這個面積 在一個小小孩身上 那就是很大的面積 很大的面積 對 所以這個小朋友就被抱過來 就來到急診的時候 一定是沒有沖泡泡 這個沒有 所以小朋友就是 身上都是大大的水泡 然後都破掉 然後一直哭 一直掙扎 就還流血 對一個小小嬰兒來講 他這樣子一個大面積 我們還把它收到家戶病房 對 所以常常會在急診 發生這樣子的不幸 尤其是在新手媽媽 而且是一個無緣 就是沒有人幫助的 一個狀態下 其實很容易會發生一些 疑犯的 我覺得那的確 就是在照顧新生兒的時候 因為就是新手媽媽 還沒有經驗也不了解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 旁邊沒有家人 或者是老公的協助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情緒很容易 就像一根線一樣 真的很容易斷 斷開 所以我覺得真的 不要再給媽媽這麼大的壓力 是因為小孩是很辛苦的 也當然每個媽媽都會愛小孩 請旁邊的人就多給他支援就好 聽了我們這個好神醫師 跟我們分享很多 其實有的時候 真的是神來一筆的神救援 對 但有時候提憂救回的話 希望這些豬隊友們 稍微冷靜一點 對 所以那時候冷靜的在旁邊 旁觀就好 對 有時候元首 不一定要伸出來 好 今天也謝謝我們醫師們 的分享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